各位好 今天做的是 用923K來遠端控制 電池開關的啟動和停止 畫面上是一個 有置保持電路的電池開關 這個是電池開關的 停止按鍵以及啟動按鍵 那再配合上 我們的923K有沒有 這樣就能在 被控制裝置的附近 可以直接控制 設備啟動或是停止 而不會只能夠由923K 來做遠端控制 同時也可以用 網路遠端來 控制啟動和 停止 現在來測試一下 就是遠端部分的啟動 接下來是停止 那 在接下來的話 是 透過我們923K的網頁 來 控制開關的 動作 好 好 之前是由那個 近端直接來做控制 那目前的話 電池開關的啟動跟 停止 那現在畫面上的是 923K的網頁 那 我們可控制那個 923K的 鋁類來做 on off 動作 以及做 923K的 那個 delay time 那 我們是 為什麼要這樣做 是因為為了 以這裡來 來模擬近端 控制部分按鍵的 同樣功能 好 現在來做 電池開關的 遠端的啟動 我們先設定 那個 鋁類動作之後 有沒有 先來恢復 2秒 2秒之後 進行恢復 那這樣做 原因是為了 模擬按鍵的 動作方式 好 現在我們設定 on的時候 點擊 然後 啟動電池開關 那 然後再來就是 經過 2秒之後 923K的 鋁類 也就 off 那就完成了一個 按鍵的動作 那 畫面上面可以看得到 電池開關 遠端啟動成功 再來測試 遠端停止功能 一樣 先設定 2秒 以及 那個 on的 部分 然後再來 再按下按鍵 然後就 停止了 電池開關 動作 OK 那這樣子的話 就完成了電池開關 遠端停止的動作 而 就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在遠端 和近端部分 都能夠 控制電池開關 那 接下來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 那個 923K 它的時間表功能 schedule表 來做一下 schedule的預設 那 從網頁上面可以看到有沒有 哦 我們有 日期 哦 以及 時間 哦 這邊一個順序的啟動 那 我們基本上可以設定它 哦 每週 或者說 每週的哪一天 來做一個動作的順序 那 這個部分 大概 就可以 直接設定它每週單日的動作了 那 影片到此 就要結束 記得收看 謝謝 ل 晚上